中和福美里办公餐 让大哥大姐亲自走出家门 请来淮海教育基金会和泽芳同济会 和林李长辈一起开心相聚 每个月一次的聚会 一定要请大家一起好好做一次功课 请法师带领长辈一起点足祈福 浪诵经文 发下药包让长辈拍拍身体 祝福长辈的病痛都不见 稳定长辈的心情 那从青年度开始 我们就每个月两次 那我们跟淮海教育基金会来配合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动建它的活动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绝方统计会 在做社会服务 每一次的活动都会让老人家很开心 那有佛法的加持 那有身体健康的一个条理 那有音乐的一个设计 那我觉得其实让老人家真的是过得很开心 然后很快乐 台上请来爱之为美阿爹的主唱 带来一首首的经典好歌 在老师热情的歌声与志工的带动下 长辈开心的跟着舞动身体 一首一首停不下来 整个活动中心就像长辈的夜店一样 超嗨 每次都有活动没有这么嗨 今天特别 今天特别 带动老人家活动筋骨 开朗的笑 我非常有意义 很推崇这项活动 也很好玩 跟这些老人共餐 还有他们还有那个 大家都很好 看着他们的健康 给他们那个养生素食养生餐 大家也是都很高兴 而且这种东西 因为在带动者的那个气氛跟能力之下 我们感觉非常对这个老年人 非常的热烈 而且非常的活泼 共餐办的有声有色 在吃饭前 长辈还一起开心做运动 什么烦恼都不见 就像回到年少时候 一样那么有活力 中佳新闻 无沛山中和报导